出品 虎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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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意味李能能把握住这个冲刺行业领先地位的机会吗 赴美建厂宁德铺路 受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的制约及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眼下任何中国动力电池制造商想要开辟美国本土市场 都不得不采取类似宁德时代以技术许可的方式 服役与福特合作建厂的曲线策略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基于宁德时代为电池产业链企业提供的范本 意味李能同样采取了类似的方式 向合作方提供产品开发 制造和商业化的授权许可以加深绑定关系 试图把风险最小化 尽管意味李能选用的是合资建厂的方式 但从投资比例来看 意味仅持股10%把出资上限设定在1.5亿美元 而根据协议 其他三家合作方Electrified Power Denver Truck PayCar以出资金额8.3亿美元为上限 各持有30.00%的股权 为了让该项目完全以合资方Electrified Power Denver Truck PayCar为主导 在合资公司治理层面 意味在理事会中仅占一席名额 其他成员均来自合作伙伴 在中美紧张的氛围下 作为中国主流动力电池企业 全球Top10电池厂 意味虽然在合资公司中牺牲了一定的话语权 但与其谋求的自身利益并不冲突 根据公告 合资公司生产的电池 主要应用于指定的北美商用车领域 各方之间的战略合作拟定将产生多重效益 包括降低产品的开发费用和生产费用 同时合作伙伴及其关联方 将成为合资公司的主要客户 并将购买全部或绝大部分产品 Image 而一位美国合作坊之一的Electrified Tower 是康明思专为成立合资公司而设的全资子公司 后者为全球知名的集设计 制造 分销多元的动力解决方案提供商 另外两个合作伙伴 Dumber Truck和Paycar 则是美国卡车制造的主导企业 前者的控股股东 是戴姆勒卡车公司 后者是作为美国大型卡车制造商 主要生产轻型 中型和重型卡车 也就是说 搞定了它们就等于手握大笔订单 作为仅有的能吃到这块蛋糕的中国企业 这笔交易并不亏 美国市场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已无需再说明 由于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从2020年的5.8% 升至2021年的14.8% 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并且成立会预期 今年有望升至36% 市场普遍认为 相对于国内日趋激烈的电池竞争格局 美国新能源车市场 类似于三年前的中国 并且有望复刻中国新能源车的发展速度 这也是为什么 头部企业不惜冒巨大的风险 也要杀入这片市场的重要原因 特别是磷酸铁锂电池 在北美市场的渗透空间巨大 而对于这一技术路线 中国电池企业已当仁不让 在国际市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引得特斯拉 大众汽车 宝马 福特 雷诺 戴姆勒等汽车巨头 频频下单 今年上半年 伊维里能替代风潮能源 进入前十 位列第八 装车辆同比大增151.7% 增速排名第一 和比亚迪 是极有的两家增速达 三位数的电池厂商 Image 同期 伊维里能就获得美国客户 ABS和Powin 和计达23GWH方形磷酸铁锂电池订单 按照国内磷酸铁锂电池装机量 Top式排名 伊维里能1月到7月 位居第五 从此次合资工厂 26.4亿美元的投资额来看 新增电池产能将主要应用北美商用车领域 预估产能规划 有几十个GWH 实现量产出货后 将推动易为 比能加快开拓北美市场 进一步提振其产品 在全球的市场份额 康明斯 CEO兼总裁詹尼佛 拉姆齐 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表示 预计新合资企业将在三年后正式营运 每年可生产21GWH的磷酸铁锂电池 对于赴美建厂最终能否顺利进行 有分析师指出 由于IRA规定中重型商用卡车 不享受IRA补贴 也不受限制 因此 意味此次与美国企业合作 不牵涉IRA法案 虽然不能通过IRA法案获益 但在目前国内竞争激烈 内卷严重的背景下 抢占出海的先机尤为重要 出海都是被内卷逼的 2023年 业内明显感觉到 国内电池产业链出海的节奏 明显加快了 除了赴美建厂这条路之外 欧洲市场亦是一维比能开拓的中心 9月7日 一维里能再度公告 此公司一维动力 与REMAC签订谅解备忘录 在约定项目中 批量生产和供应 用于生产电动车电池的电池 REMAC是一家 在克罗地亚注册成立的公司 业务涵盖高性能电池系统 电力驱动单元 控制系统和储能解决方案的设计 开发生产和供应 是一家高性能汽车技术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综合来看 一维里能今年在海外扩张的表现尤为突出 包括REMAC的定点在内 一维里能年内已拿下三份海外电池大单 合计供货产能为23TWH 国内动力电池行业今年上半年 呈现出产能过剩难以扭转的态势 就连宁德时代的产能利用率 也从同期的81%大幅度降至60.5% 产业严重内卷的当下 出海成为了国内电池企业 展现核心竞争力的舞台 也是竞逐行业头部的必由之路 2023年以来 国内头部电池企业 海外市场开拓 产能扩张 渠道建设等步伐开始提速 截至目前 一维里能本土化产能建设 已覆盖了北美 欧洲 以及东南亚等地 根据财报 今年上半年 一维里能的动力电池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71.92%至121.19亿元 比电池相关业务的海外收入 已占同期营业收入的30%以上 特别是在二季度 一维在动力电池的市场开拓步伐 并没有因产能过剩而放缓 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 一维动力电池的装机量都保持着三位数增长 不过 毛利率水平仍维持在14%左右的同期水平 净利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 环比降低11.27%至10.11亿元 不过相较宁德时代 在今年二季度创下高达108.9亿元的净利润 和10.92%的环比增长 一维里能则陷入了增收不增力的泥潭 在盈利能力方面与之差距悬殊 一方面 碳酸里二季度的价格就重回上涨趋势 原本里价降低所带来的促进作用逐步消散 导致一维里能二季度的盈利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另一方面 在充分享受原材料成本下降的同时 一维里能进行了电池的降价 把一部分利润空间让利给终端的新能源车企 目的是巩固装机量和市占率 显然 凤行低价策略并不是长久之计 除了加速推进动力出海 还需要强有力的技术和产品迭代 才能持续巩固和提升电池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随着特斯拉 宝马等新能源前沿车企 对于4680和4695大原柱电池的青睐和投入 一维里能正向重心逐步全部转移至大原柱电池的研发 截至今年二季度 一维里能已完成了46系列等高比能大原柱电池的布局 并完成了100万颗46系列三元高比能电池的生产下限 具备了商业化交付和应用的能力 根据一维里能目前的在手订单 46系列大原柱电池 建议取得未来五年海内外车企客户意向性订单 合计约472.31GWH 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 一维里能董事长刘金城预测 最晚2024年 全产业链都将出现产能过剩 而唯一不会出现过剩的 就是那些质量上乘成本低的电池产品